本紅羽衣 白色安全帽 江西竊賊走進超市 打扮有夠鮮艷 她有一袋商品價 之間把一包包物品 通通塞進準備好的袋子裡 以為神不知鬼不覺 但其實早就被盯上了 離開時店員一個劍步 上前攔阻她還一臉差異 整個袋子裡裝滿17樣東西 總價3000多元 27號中午江西女子 選在颱風天店員 最忙的時候下手 誇張的是她上一月 才以同樣手法 到自家樓下的超市 刑切被抓竟然還學不乖 那所以店員都已經 在她進入店內的時候 就已經注意到她了 所以才在她付出店門的時候 特別把她攔下來做了檢查 上一次好心的店家 即使商品被偷必需 馬上報廢還是放她一碼 相信竊賊表示心情不好 才會想偷東西 希望這一次偷竊 私封警局走一遭後 可以讓她清楚明白自己錯了 記者潘建人 陳如群 新美式報導 記者 李宗盛 先看 我只是在你身邊 你身邊 你身邊